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大半生在轮椅上和病魔搏斗的霍金来说 成就和困难可以说是伴随了他活出全其人生 1942年在英国牛津出世的霍金 小时候已经对天文和物理学有浓厚兴趣 曾经入读牛津和剑桥大学 前途本应一片光明 不过霍金在21岁确诊有漸动症之称的罕有肌肉萎缩症 当时医生估计霍金只是剩下两年寿命 虽然奇迹活下来 但是霍金的活动能力不断衰退 几乎全身痰瘓 要靠特制轮椅代步 1985年43岁的霍金 更加因为接受穿气管手术 喪失说话能力 语音合成器从此成为他和外界沟通的工具 纵使病情不断加重 但就未有令霍金在科学研究的路停下来 他已研究黑洞文明 包括提出黑洞有辐射存在 并且得过不少奖学 他认为探索科学最重要的是 保持好奇心和坚持到底 霍金在1988年出版时间简史 讲解黑洞和宇宙起源 书本被翻译成40几种语言 成为全球最高销量的科学著作之一 近年他亦都在全球各地访问演讲 06年到过香港 是科大向观众带谈宇宙起源 2013年 面阶71岁的霍金 已经要依靠人工呼吸器协助呼吸 但坚强的他 仍然以自身经历勉励其他病人 在太空无场一直是霍金的梦想 他在2007年曾经乘坐特别改装的飞机 一常无重状态的滋味 上太空的宏愿重未了 但霍金鼓励大众 不要放弃继续探索未知的外太空 I have long wanted to go into space I think the human race has no future if it doesn't go into space 霍金在星期三清晨 在英国剑桥的预所安场离世 他的三个子女发声明 应用爸爸是个伟大和超凡的科学家 他的勇气、坚持和幽默启发了世人 霍金生前曾经说过 如果宇宙不是住了所爱的人 其实都不算是什么 世人会永远怀念 这位全奇的物理学巨人 NOW TV记者邓宇环报道 霍金毕生自力研究宇宙起源和黑洞理论 几十年以来多次提出新见解 推翻科学界长久以来的认知 而霍金对发展人工智能 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警告可能会导致人类毁灭 欧房华报道 从占东人都成为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霍金毕生的研究 几乎离不开宇宙诞生和黑洞 宇宙中星体爆炸时 四周会产生超强引力 并且在宇宙空间产生黑洞 吞逝周围一切物质 包括光线和电磁辐射波 但是物理学家一直有个难题 就是黑洞里面的热能量 是否会有增无减 霍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提出黑洞并非完全七黑一片 相反会发出一种辐射 这种能量会以极缓慢的速度离开黑洞 意味着黑洞的面积会缩小 能量会耗尽 造成黑洞蒸发现象 霍金又曾经和另一位英国学者 彭罗斯提出奇点定理 简单来说就是时间和空间 是有起点和终点 他们认为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 会有一个初始奇点 那就是时间开始的地方 奇点也会在黑洞中形成 那就是时间终结之地 奇点定理推翻了古典物理学中 有关时空系永恒存在的学说 改变了人类对宇宙诞生的看法 霍金和彭罗斯的发现 令他们在1988年获得旭尔夫物理奖 霍金之后多次发表有关黑洞的新理论 部分更加推翻自己旧有见解 三年前到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演讲时提出新理论 认为黑洞并不是无底深渊 跌入黑洞的物质有可能会离开 甚至在另一个空间出现 与爱因斯坦相对论中提出的观点刚刚相反 他又声称 几乎肯定有外星人存在 更加可能会入侵地求略夺资源 认为不应该积极地主动寻找外星人 应该尽可能避免跟他们联系 对于人工智能 霍金也有自己一套看法 认为发展全面的人工智能 可能会导致人类毁灭